老婆 你发工资没有啊 明天发怎么了 明天发了你就要拿给我啊 我的工资我为什么要给你啊 我的工资我都不够花 我不问你要的不错了 不是 现在我们结婚了嘛 是不是 我们的钱就是共同的财产 是吧 那你拿你的给我吧 我拿给你干什么 放一起存起来啊 你现在还想存钱啊 那有钱干嘛不存啊 这十年啊 你都不想存钱了啊 怎么了 因为我娶你啊 因为财礼是贷款的啊 蛤 你娶我的时候 对啊 你贷款娶的啊 对啊 贷了一百万啊 你家费的 要一百万的财礼呢 我没办法 那钱不是你家自己有的吗 我家哪有这么多钱啊 那你什么意思啊 那现在呢 对吧 我们结婚了 现在你也工作了 发工资你就拿给我 然后还贷款啊 我什么意思啊 我也要拿我的工资还了 不止你的工资的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啊 怎么可能把你当傻子啊 我嫁给你 你去贷款 然后现在让我自己还钱 哪有这种事嘛 就 谁让你家要那么高的财礼嘛 对不对 我也很喜欢你啊 所以呢 没办法 只能贷款给你家了 那你每个月还多少啊 就五千块钱嘛 你工资三千 我工资四千 对吧 然后还五千 还剩两千可以用嘛 那这些年你怎么还的 这些年怎么还我们才刚结婚呢 是吧 哦 我刚带了呀 结婚还不到半年了 是不是 我现在觉得很慌啊 很慌什么慌啊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结婚了 什么不跟我结婚 你去贷款让我跟你一起还 哪有这种事啊 现在都结婚了你才收这些 这样子搞得我跟倒贴似的 我还贴钱嫁给你呢 要么你就叫你妈 拿那个财礼回来 我们拿去还贷款 你都给我家了 你还有脸 让我家还拿回来 这怎么 不可以吗 你好会算贱 你是他们的女啊 他们肯定是不想让你过穷日子的嘛 是不是 不想让你辛辛苦苦的嘛 我们离婚吧 我不想跟你还贷款 离什么婚 现在才刚结婚 那谁 谁叫你瞒我呀 我没有瞒你啊 我就是想娶你 然后拿财礼给你家 很正常的流程啊 你没钱你结什么婚啊 你现在叫我跟你一起还财礼钱 你真搞笑啊你 谁说没钱就不可以结婚啊 没钱也是可以结婚啊 没钱你就不要结啊 不要来祸害我呀 难道穷人就不该有老婆吗 那你找别的 你找我干什么呀 你为什么要祸害我呀 我不是祸害你 是你家祸害我 现在怎么反倒成了你们是受害者 我是受害者知道吧 我觉得你好心机啊 我怎么好心机 你家要那么多的彩礼 那我家 害的是我 害的也是你 我家把我养大不容易 要点钱怎么啦 而且我也很优秀啊 那你优秀你一个月的5000你能还得了吗 你优秀的话你都能自己还了 我要知道你是贷款取我 我肯定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一个月有5000块钱的贷款 如果你很优秀 那你自己还我 我不用还 我说的不是这方面的优秀 我说的是我漂亮 有身材 我干嘛要找你这种啊 当初我还以为你很有钱 就因为你骗了你有身材 我才想取你啊 我才贷款来取你啊 你这个渣男 这不算渣话 我就想跟你生活啊 我想好好爱你嘛 你这是爱我吗 你现在跟我叫 叫我跟你一起还贷款 你爱我吗 我跟你一起生活 我就是爱你啊 对不对 我不想过这样子的生活啊 只要你拿你的工资 然后和我的工资放一起拿去还 然后我们用剩下的2000 我觉得你这样 像娶老婆都没花钱一样 你真的好会瞬计啊 怎么没花钱呢 我还要花10年的贷款呢 要两个人花10年的贷款呢 我怎么没花钱呢 我不想说了 我回我家了 你不能这样 你刚结婚你要回什么你家 你骗我 不走 是你骗我在先 我爱你啊 知道吧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我这么辛辛苦苦 贷款的 然后拿给你家 你不可能走100万 你没能力 你可以不结婚啊 你为什么要来这样子害我呀 我这不是害你啊 我自己赚了钱 我都觉得不够花 如果你走的话 我告诉你 必须拿那个财力拿回来 我要拿还贷款了 我说你好不要脸啊 我说你好不要脸啊 是是你不想跟我一起生活啊 你也非得要走 我先回家跟我上我家商量行不行 啊 对 赶紧的啊 然后我们就离婚 我不想跟你这种会算起来 先拿 先拿财力回来去还贷款嘛 反正 离不离到时候再收嘛 谁要给你这种渣男过日子啊 骗子 到时候再说嘛 骗子 哎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呢 我怎么会找这种渣男 我真的是眼瞎了呀 因为我爱你啊 我贷款权你很正常啊 那你自己还啊 你为什么叫我还呀 我爱你我就贷款啊 是不是 你好爱啊 对啊 我好爱你好爱好爱好爱你的 来嘛 在上面 你一定要拿财力回来啊 我不想跟你说话